好震啊 抱着我啊 伯伯 我等到很震啊 果真清香 好冷啊 原本天氣夠冷啊 剛剛已經在喊冷了 這個女人在那裡賣 對呀 兒子 乔的楼 sopr 허리 你不? 你不在哪 你不有什么 な是不是 第 5 周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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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 6月19日 没有 这是白痴吗 好,我們已經來到登機閘口了 這次去旅行的電話卡是我和Birdy合作的 所以說他們半sponsor我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和Birdy合作 那時候我試用了Birdy幾個月 其實我真的覺得蠻好用的 我是打算繼續用下去的 只不過我現在的電話號碼跟了合約 所以就斷不了 那我就說一下 人家會覺得Birdy好用 首先第一點就是 它不便宜 我之前用的計劃是90元 它最低到48元一個月都有 然後就是它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不需要簽合約 你想用多少個月就用多少個月 所以我之前是用了幾個月就停了 其實它的網絡也挺Smooth的 你平時坐車看影片也會順暢 性價比也算挺高 另一個特點就是 自由料是可以過數的 如果你有另一個朋友也是用Birdy的話 如果你不夠數據 你可以叫它過一些數據給你的 然後相反也是 你也可以過數據給別人的 那它買卡也很方便的 你只要上官網買完卡之後 再去759或者OK 就可以掃描個QR Code 然後就拿到卡 然後你就要下載它的APP 啟動卡 但是它的APP除了啟動卡 它還有很多用途 首先就是一按進來 你就會看到它剩下多少數據 你可以隨時查一下自己剩下多少數據 然後你也可以用APP 就像剛剛說一樣 跟朋友互相過數據 最後 就是我這次要用的功能 就是加上它的外郵數據 不如在螢幕後面背著我 現在對我有什麼不滿 你可以再誇張一點 我這些是個人特色魅力來的 魅力你的頭 其實我現在還沒買我去日本的數據 因為我要示範給它 你按進去主頁之後 拉低一點就有加購外郵 其實日本也真的很便宜 亞洲大部分也很便宜 我就買11 12分鐘後 搞定 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特意坐車出去買卡 非常方便 它的外郵數據應該是無限的 但頭的500MAT就會比較順利 順暢 之後那些就會減慢速度 跟你在香港的很多電話PAN都一樣 好了好了 說這麼多了 要上機了 上機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剛剛呢 剛剛呢 我們下完機 搞點沙灵仔的東西 買了車飛 然後就去買東西吃 去Lawson之後呢 因為去Lawson的期間呢 我經過了M記 發現了這杯 抹茶加士多比利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好不好喝 一會兒試一下服務 上了車了 剛剛已經風飲了 它是沒有什麼抹茶味 不是 也不是真的很沒有抹茶味 但是 士多比利味太大 對呀 蓋過了它那個抹茶味 490元來說 我覺得是 凍的 不是很抵的 什麼麵包呢 南蛙炸雞 就是我最喜歡吃的炸雞 其實他剛剛已經吃了一塊 一塊Lawson的炸雞 我真的很喜歡吃炸雞 對面好像有一個廚房 好像是共用廚房 到了呀 現在就差不多上房了 為什麼要帶大家看Room Tour 405是這樣的 它是不能敲碗線的 因為這個是直接來的 照敲碗線 照敲碗線 卡卡 要在哪裡才是 好暗 好暗 好害怕 好害怕 怎麼樣 我拆開了 這裡可以放進去 這裡可以放進去 好暗 咦 不是呀 傻仔 放進去 喔 剛剛拆開了 然後 拍拍拍拍拍 咦 等一下 一進來的 這個右邊 右手邊 這裡有些放在煲水 下面有個冰箱 那裡可以掛衣服 下面有個櫃 不知道是什麼櫃 我還沒脫上去 然後就是這裡有一張桌 這裡有個電視機 不照顧網絡 其實環境也挺舒服的 顏色也很漂亮 很特別的就是 廁所在另一邊 就是我們剛剛開座 那裡有什麼東西在那裡偷門 咦 什麼來的 嘩 嘩 嘩 好型 首先這裡是 洗手盆彈 這裡是可以掛衣服的 然後 等一下 嘩 有點力度 這裡怎麼開燈呢 對呀 嘩 好型呀 它的燈光 它的浴缸看起來也挺乾淨 然後這裡可以坐在那裡 洗頭 那裡的 然後有毛路 那裡有開燈的那個東西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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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在那裡調光 所以你可以在那裡浸浴 然後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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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嗎 我們先看廁所 這裡是一個很正常的廁所 就是免治碼筒 很棒呀 什麼叫免治碼筒 什麼 什麼的 馬筒的名字就是免治碼筒 真的嗎 對呀 冬架 然後沒什麼特別 它的洗手盆 這個空間是非常闊落的 有側面的掛衣服 然後有快鏡 很有質感 然後它的洗手盆也非常漂亮 這個是普普的洗手液 然後這裡有一個封筒 這個封筒是什麼牌子 是不懂的 然後旁邊有400茶杯 有400桑 4個洗手盆 還有4支炸彈膏 就是這樣 在Google Map選了一會 我們決定吃居酒屋 吃這間喜樂亭 它的門口也很特別 大家進去吧 這個門口很厲害 這個門口很香 它有一個前菜 雞 它連蔥和雞一起吃起來很香 但雞肉就比較粗 吃了 食物已經開始涂了 涂了豆腐和雞肉 我先試豆腐了 它的豆腐很黏 好像保鮮一樣 它的口感真的很像泵煎 但我吃過是鹹的 口感很奇怪 很奇怪 但好吃 豆腐很奇怪 但它的豆腐味很濃 第一次進口的時候 韓國預測太軟 所以有點奇怪 這個豆腐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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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它的口感好像甜品 吃起來很鹹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吃這塊 我不知道是否野魚 這個慢慢來 然後它的口感也慢慢來 其實魚生的肉質不是很好 但真的1200元的製作 這個是他們說複色的 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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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不是爽口 你會咬它爽爽爽爽 整體來說是一般 我覺得 不是太拒絕 忘記了拍炸雞 還有新到的魷魚 可不可以吃炸雞 想去訪問一下肥仔 我可吃過一整整塊都是皮 全部都是粉 阿謙和Honey都說太多粉 一般 我試完肉 原來吃這麼久都是皮 但它這個肉汁是OK的 多肉汁 味都OK 是 口感 口感 它的味道是真的不錯 但它吃過口感 還有粉也太多 除了調味之後也很麻煩 六七七八八才幾乎 反而這個500日圓的雞丼 是非常推薦的 我一吃下去的雞 雞頭是不需要用的 安全蛋呢 很冷 冷一會兒 飯呢 它只是把飯和雞頭和燒汁 所以就令到城市很舒服 嗯 吃到最後才發現 好像沒有拍過這條魚 這條魚是我覺得 這麼多樣東西裡面最好吃的 不過我自己就是偏淡口味 他們全餐重口味都覺得串燒是最好吃的 我要吃炒雞肉 吃完了 成為12000日圓 我覺得很不值 因為我覺得這一餐呢 其實真的一切都太過一般了 這間我會給10分滿分 我會給5.5分 不推薦 然後現在我們去便利地買我們的零食 甜品 那些什麼 雪糕那些 好冷呀 我想說 我想說 日本的秋天 晚上真的很冷 因為我很怕冷 我真的很怕冷 抱著我寶寶 那個溫差太大了 喂 不要震 抱著我寶寶 我真的好震 你買了這個冰呀 Hidy買了句風提子 我買了梨味 吃完這個味 我就試完這個所有味 Hidy說這個很棒 清香 清香 你是不是這麼說的 我忘記了 是這樣的 好爽的感覺 好爽 果真清香 好冷呀 哈哈哈 天氣很夠冷呀 剛剛已經在喊冷了 這個女人在那邊買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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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